事件发生在7月10号下午1点多 当时小陈乘坐289路公交车 到达了杭州转塘的旧连东公交站 我准备下车 然后我走了一半 司机就把车门关上 刚好夹到我这么一半 找到哪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这么一半 就还在公交车里面 一只脚在外面了 然后我喊了 司机听到就开了门 开了门我就塞到这里了 就一只脚只是空了嘛 他们一开门 小陈说 当时自己从地上爬起来 正准备去找公交司机理论 结果对方开走了 因为当时我没有感觉痛了 我是晚上9点回家 这脖子动不了了 那我就要看急诊 当时医生就是拍了 做了个CT那种 就看没什么大问题那种的 那就配了点药那种 打了这么一颗把针器那种 那我后面就走了 小陈的检查记录显示 医院给他做了肺部CT和颈部CT 两份CT检查报告单显示 他没有出现骨折 肌液 气胸等症状 诊断结果是外伤和混合型颈椎病 要求小陈带上颈托 这一趟检查和治疗 花了1000多块钱的医药费 小陈说颈椎病 他之前有犯过 但这一次他觉得 是被门家后摔倒所引起的复发 据小陈描述 摔倒的时候脖子右侧正好 磕碰到了站台台阶的边缘 他希望公交公司方面能承担部分医药费 杭州公交集团第六汽车公司安全科的 李副科长表示 事情发生后 他们也收到了小陈的投诉 查看监控后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基本上应该跟他所描述的 没有太大的差别 通过监控视频的分析 我们会专明对这个件事情 进行一个定案的处理 那么这个事情 我们也通过 我们相应的保险公司 进行了协调 这个协调 等保险公司安排个时间 如果能正常协调的 那是最好 如果不能正常协调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事发接地 对这个伤害 是不是这个构成的 也有个意义 有利有据的 给你一个答复 李副科长向小陈表达了歉意 他说保险流程会比较复杂 希望小陈能给他们一点时间 小陈表示 他可以等调查完成后 跟公交公司方面进行协调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